为什么说男人一定要看教父 因为电影讲的道理很多男人一辈子都没误出来 男孩看了知道什么叫勇敢 男生看了知道怎么样面对真爱 老人看了可以回味一生 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人生感 教父可以说是所有男人的圣经 他在无数人心中排行第一 经久不衰 妥妥的人生教父父 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名场面 马龙白兰杜饰演的教父 维托克里昂穿了一身黑西装 兜里插了一只红玫瑰 手上撸一只猫 耳朵却是塞满了别人的抱怨 作为黑帮老大 每天求他办事的人他就一个多呀 可是没有人敢今天来 因为今天是他女儿的婚礼 偏偏兵仪馆老板跑过来求委托帮他杀人 一般人听到这早上炸了 有没有点眼泪尖啊 这大喜的日子上帮杀人 但维托不一样 他轻轻画下手上的猫 起身开始讲道理 这是你第一次找我帮忙 帮忙之前得请我吃个饭吧 言下之意咱俩还不熟 而且兵仪馆老板是正规行业 平时都不屑跟维托他们交流 现在你有事儿了才下去过来求我 很明显这个老板对维托不够尊重 男人嘛 最重要就是尊严 为啥说打人不打脸呢 因为被打的人会没面子 说到这儿老板懂了 他拿起维托的手 在手背上亲了一下 宣誓效忠 想要在社会生存不能自私 帮你可以 但你要欠我一个人情 有朝一日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也得帮我 教父这一上了就会儿交多人啊 这时候肯定就会有人觉得维托是个老好人 发脾气都不敢 错 男人的愤怒不一定要表达出来 维托小时候亲眼目睹妈妈为当地黑帮枪杀 这之后他才来美国发展 杀母之仇 你以为这些年他忘了吗 当然没有 而是一直藏在心里 后来维托成了老大 他第一件事就回到故乡 亲手通送那个仇人 君子报仇十年不完 可能也是因为自由丧母啊 在维托心里家财是第一位 当他还是个小裁缝的时候 就受到当地黑帮老白的威胁 你在这开店得交保护费 一人一百 不然你家人都玩玩 与此同时 维托两个朋友也受到危险 于是他想了一个招 要不这样吧 你俩一个人给我五十 这事我摆平 但别忘了 你俩欠我个人情 这时候维托的处事之道 正在慢慢成行 俩哥们一听着好啊 把钱给交了 之后维托弄了把枪 提前藏在烟囱里 就在复活节上 维托学起了刺客军力会 老白在街上走 维托就在房顶跟着 他一路来到仓墙的地方 顺势给逃出来 之后用铁丝撬开套上门 从楼上往下走 来到老白门前守住待兔 就在他往回走的功夫 维托拿毛巾 连枪带手裹起来 一套简易消音器 就这样完成了 等老白上来的时候啊 已经晚了 维托抬手就是一枪 老白当场相见 事后他把作案凶器砸碎 分别扔到不同的管道 然后回到大街上 跟老大孩子团聚 谁都不能伤害他的家人 后来啊 维托就成了老大 家里有花不完的钱 原本他以为无缘无虑了 但一个更大难题 还在后面 50年前的美国女生 找男朋友只有一个要求 要会说意大利话 因为这样他们会更兴奋 那时候啊 电影《交付》上映 里面有很多意大利台词 让无数少男少女痴迷 尤其是阿尔帕西诺演的 二代交付 迈克克里昂 他在家里排行老三 上面有俩哥 分别熊大熊二 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等第一代交付 围托老了之后 就想着把位子传给谁 其实他本来最想传给熊大 但这小子吧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再加上脾气暴 容易出事 果然 敌对黑帮收买了熊大妹夫 让他天天家暴小妹 熊大听说这事直接炸了 二话不说 孤身一人找不算账 结果可想而知了 他在路上遇到埋伏 被人打成筛子 这下行吗 比一管老板的人情可以还了 当然了 这些是后话 那教父位只传给熊二呢 也不行 这小子特别怂 上次围托去买个橘子 遇上马亚过挨了几枪 熊二看到之后也不打120 就是要蹲地而哭 要不是路人发现了 维托早就凉了 那传给迈克呢 可能是个好选择 这小子刚从海军退役 是家里唯一的高材生 而且做事有条不紊 既有勇气又有智慧 但很无奈呀 迈克反倒要是嫌弃黑帮 觉得太脏 人家将来想当政客 哼 政客就不脏 好在维托遇袭之后 抢救过来了 迈克担心敌对黑帮过来补刀 天天收个床边 而此时的熊大熊二 还在想着怎么反击 关键时刻还得是靠迈克 老爸才有了一切生机 当父子俩获救时 你会发现维托竟然哭了 你要知道教父在所有人面前 永远是危言 可能当时马龙白蓝怒 情到深处真的哭出来 从此之后啊 他发现迈克是个可造之才 后来的一件事更加验证了迈克 男人腰腰勇气 熊大熊二最终商量出来的对策 是让一个人假装同意合作 然后在饭局上解决地方老大独哥 但这事熊大熊二去不了 因为风险太大 搞不好就是有去误回啊 这时候迈克主动站立 我去 按照计划迈克上了独哥的车 不出所料 这人要先搜身 你摸吧 啥没有 搜完独哥放心 等到了餐馆 开始谈生意 迈克要紧张了 待会可要杀人啊 独哥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就这么如座真正半天 过了一会儿 迈克觉得是时候了 他起身要去厕所 迈克来到园定计划那坑 鼓起勇气回到座位 动手前的时间是最漫长的 迈克心里很纠结 你说现在开枪呢 还是待会儿了 独哥还不知道 嘴上全而道理 心里全而生意 迈克终于下定决心 武士一到 他起身对独哥脑肉一枪 然后扭头就走 迈克不知道这一枪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后来熊大一死 迈克的地位不可动摇 顺其自然成了二代交付 维托也退居幕后安乡万年 有一次他跟孙女在花园里玩 维托突然倒地不起 他在天伦之乐中去世了 前脚围托刚走 后脚迈克就开始清理门户 首先勒死妹夫 熊大得死他才是最过可受 这下妹妹不同意了 天天跟迈克撒泼 但迈克可不是一般人 你不是闹吗 给我送金没运点 这一关就是好几年 因为天天活在弟弟的阴影呢 后来熊二也破坊了 于是偷着勾到了一个敌对黑帮 迈克发现之后二话不说 派人毙了熊二 手下门头傻了 这也太绝了 熊二罪不至死啊 这连亲兄弟都傻了 迈克老婆小丽实在看不上去 为了孩子和家 他不惜跟迈克吵了一架 小丽傻了 这是迈克第一次打女人 后来他把小丽扫地出门 一分钱也没给 如果有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 自从迈克当了交付之后 就很少笑 维托让迈克当了继承人选对了 也选错了 迈克的确是让家族势力达到巅峰 甚至能左右总统的选举 但他却违背了 维托心中家庭第一位的观念 迈克直到老了之后再反过来 但却为时已晚 唐太宗李世民 做过最后悔的事 就是发动了选武门事变 把自己的兄弟都杀了 以至于等到老了 每天都在自责 选太子特意选了性格温和的理智 就是为了防止再次兄弟相残 二代教父迈克也是一样 等到老了才发现 原来家庭是这么重要 当初自己手刃兄弟 赶走老婆 还把妹妹关到巅人命院 现在迈克都要后悔走了 她成了真正的孤家管理 不仅如此啊 老了之后迈克还并膜山深 情绪一激动就癫痫 每次犯病嘴里都会念到熊二的名字 可见这事对她影响有多大 好在她还有个女儿小美 成了迈克的掌上明珠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 小美的笑容 每次都能融化迈克的心 久而久之迈克也没那么吓人了 反而笑的次数比较多 但她发现女儿好像被人盯着 这人是熊大孙生子 叫文森 脾气跟他爹是一模一样 动不动就大喊大叫 但有一点不同啊 那就是文森事办得很漂亮 每次都能出色完整人 这让迈克刮目相看 打算让他当自己接班人 可这时候迈克就犯了一个错误 很多父母也会犯 那就是干涉孩子选择 可能也是郎才女貌 小美和文森相爱啊 于是两人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迈克就这么一个女儿啊 他不想让小美跟文森过危险的生活 从不吵架的父女俩 因为这件事关系破裂 当迈克阻止小美的那一刻起 命运就已经注定 既然女儿不听劝 那又只能找文森了 迈克直接摊牌 你选吧 要江山还要美人 想当教父就得跟小美分手 否则我就找其他几百人了 就这样 文森忍痛抛去了小美 彻底走上了黑帮这条不归路 就这样 三代教父文森克里昂诞生了 迈克知道小美会生气 但他没想到杀手会来行刺自己 在一片荒乱中 杀手不小心把小美打死了 迈克傻了 小美可以说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他抱着女儿尸体嚎啕大哭 从此刻起 他失去了所有 一转眼又是过了很多年 迈克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身边没有任何亲人 只有一条小狗陪着他 迈克回顾过往一生 发现自己表面上是阳光天下 实际却是一败涂地 他感觉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就这样 迈克孤身一人死在小院里 一代枭雄也就此凄凉落后 迈克这一生是很讽刺的 原本家族里最不想碰这条路的人就是他 但命运的捉弄反而让迈克成了二代教父 不仅如此 还把家族带上巅峰 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遵从维托的理念 而是把家人赶尽杀绝 两代教父的趋势可以形成鲜明对比 维托下线前是快乐的 幸福的 他一边沐浴阳光 一边跟小孙女捉迷藏 反过迈克呢 他也在晒太阳 不过是孤身一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看他 死的时候身边就只有一条小狗 迈克下线前是颓废的 悲伤的 一代教父就这样潦草的死去 说来也是很讽刺的 教父三部曲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在艺术上有很高奏诣 不管摄影剪辑观影配乐都是教科书级别的 而且在保证艺术价值的同时 教父系列还把故事讲得还出色 难怪他是上世纪50年代最好看的片子 这个系列本来说会拍第四部的 只可惜原著作者马里奥普索 剧本写一半就去世了 后来有人把没写完的剧本编成小说 教父家族 讲的是大儿子桑提诺的故事 第四部的拍摄手法跟第二部一样 打算两条线并行去世 一条是桑提诺的过去线 另一条是大儿子 三代教父文森克里昂的故事 老话说富不过三代 到了文森这儿家族就没落了 只可惜啊 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段悲壮的喜马 教父三部曲讲了很多道理 每一条都可以成为人生明灯 看一遍自我陶醉 看两遍大呼过眼 看三遍泪流满面 这大概就是电影的最高境界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我是不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